海鞋王DIY日記 朋友那邊拿過來一個已經維修失敗的擴打機 看起來有點淒涼的感覺 這種狀態的機子海鞋王你還有辦法把它修好嗎 喔裡面還有散落的零件 雖然心中充滿物號我還是想要試試看 老壞一句反正它是壞的我有什麼損失呢 我發現它音量調節的這個插角已經斷裂了先把它補上來 因為手上沒有這種插角我決定直接焊接上去 把它焊好之後我就可以直接做測試了 經過確認它並沒有短路的現象可以直接上電測試 這次忽然發現喇叭還沒有裝 這個0.5瓦的小喇叭錯可以用一下吧 太棒了完全沒有聲音 海鞋王你的手指怎麼怎麼怎麼這麼髒啊 那個我昨天晚上還在修車齁修到給你倒 大家忍耐一下 現在我先用鋒鳴檔概略的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損壞的零件 用鋒鳴檔的原因是二極體跟電晶體你必須用鋒鳴檔才能做有效的檢查 這個下次我們再講 然後呢 我一點收穫都沒有 接著我通電之後用直流電壓檔 左下一段的檢查 這個系統出現18跟36兩段電壓所以前段的電源工藝應該也是正常的 簡單講到目前為止一無所獲 這塊電路板看起來呢有蠻嚴重的水痕 還有維修過的痕跡 那我先拿了去自有跟不織布 還知道這是什麼 去自有啊 這要幹嘛 他的作用是清掉電路板上面的雜質跟油垢 有時候這些雜質他是會影響電路板的工作 所以我們把它清乾淨之後可以減少繞路的時間 剛洗好澡有點沖到眼睛 攝影師沒有欺負我所以你不用幫我打113 謝謝 話說回來板子洗完之後我並沒有撿到槍 好新買的ESR拿來試試看 這個ESR表上場幾次之後我漸漸體會到他也是有死穴 這個ESR表的問題呢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先把我認為不是很確定的幾個電容拆下來檢查一下 喔為什麼你不要壞掉 好這顆電容是好的 沒關係我再接再立繼續找一定會找到你的 你看這邊又一顆電解電容我覺得有點怪 來來來我們做一下體檢啦 什麼 又是好的 然後就通電 然後就通電以電壓檔來檢查一下還有什麼發現 好這顆IC不太對勁喔 這個壓差在2.5附近 欸海賊王這顆是什麼啊 雙聲道的音頻放大器4558 它有什麼問題嗎為什麼你要把它拆下來呢 有喔這樣是不對的 電壓不對 這個就是編號4558的音頻放大晶片 這是標注第一角角位的記號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角喔 有了IC編號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找到銀角的定義 那麼就是這一張圖 第8角VCC講白話的話就是電源輸入的正極 第4角V11就是負極或接地 這裡的系統電壓約36伏特 那4跟8角的電位差只有2.5伏 因為這個電位差太低了所以我覺得不合理把它拆下來了 不過在拆解之前呢我還是對周邊的元件做一下確認 的確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然後勒 就是把它拆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脫離IC之後我將附近的電阻電容再做一次檢查 真的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低電位差應該就是IC造成的 我們換一片IC上去看看 但IC本身並沒有短路為什麼會造成低電位呢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很確定 我先幫這顆IC焊上12348角 IC換掉之後呢定位差來到31.6 應該正常了 接著把567角也焊上 我們再來量一次電壓差 29.5相當合理 所以兩個聲道應該 應該都開始工作 我現在手上沒有試波器 所以像這種放大器 沒有辦法做很確切的檢查 以後再進貨 喔對啦跟你的親朋好友講齁 大家一起訂閱海賊王我也可以早點買 剛剛那個初級放大的晶片換掉之後呢 其實他還是不會作動 我們來看一下功率放大晶片有沒有問題 拆下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功率放大晶片 那這又是什麼呢 音頻功率放大器 它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你要把它拆下來呢 其他位置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但是仍然不會動 然後我們把它拆下來檢查 結果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TDA2030 功率放大晶片 現在我們看到了呢 就是2030的銀角定義圖 第五角標示正VS 就是正極速度端 這個-VS指的是負極或接地 在板上量測這兩點的電位差約32伏特 直徑的主值約800歐姆 其實狀況算蠻正常的 但是拆下來之後 就發現問題囉 我們繼續看下去 實測舊IC 第三第五角斷路 新品的話 它的主值大約在1K左右 好吧 我們又抓到第二個故障點了 現在直接把這三顆IC都給它換掉 這個功率晶片換上去之後我一通電有一點汙汙的 現在把它散熱器上面的舊散熱膏清除掉我們換上去 新的 還接用你會塗太多了 為了各位觀眾的權益我都不惜聚之在吃座你知道嗎 好 現在把多出來的散熱刀把它擦掉 好 現在把多出來的散熱刀把它擦掉 鎖上固定的螺絲 我現在覺得這台設計的不是很人性 它這個PIN都不能拆 就是說壞掉就換掉了 不要一直修 好 我們現在來固定主板 都快修完了我又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這邊怎麼有兩支鐵條 你看這邊剩下兩根鐵條 應該是電源指示燈喔 電壓差18V 我給它裝上新的LED 你確定嗎 會不會燒掉啊 可以啦 你看 看它這個位置應該是電源指示燈 我找了一個新的LED給它裝上去 當然安裝之前正負極還是要先量測一下的囉 來吧 我們送電視一下 喔 果然亮起來了 好吧 那我們開始回裝吧 好吧 那我們開始回裝吧 這邊先放一顆螺母布丁一下 先放一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反過來上螺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反過來上螺子了 我伸一下 好,我們稍微清潔一下,準備裝上面板 哇,快要抵達終點了,看來就有點興奮 好,我們現在把旋鈕安裝上去 這個其實用手壓上去就可以了 好,這兩顆比照辦理 兄弟,接下來就看你了,要好好表現喔 這光這個電源燈剛剛大家就看過了啦 試試看他聲音怎麼樣 好,我們先打開他的電源 海賊王,你這個手機螢幕都破了 小聲一點啦,他才150元而已 而且他是有智慧的手機喔 你看,爆炸的音響加150元的手機 他也是會唱歌的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試一下音量調節正不正常 欸,可以喔 高低音咧,我們也來試一下 奇怪,這個有一點無感耶 奇怪,這個有一點無感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另外再加喇叭 好,我們來換別的試試看 歡迎來到加勒爾地區 緊張刺激的對戰就等待著你 現在即將 海賊王DIY日記 我買了一台399的NP三播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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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也要過去逛逛喔